《正义联盟》是由扎克 斯奈德导演的第三部DC漫画电影 也是DC共享电影宇宙的第五部 然而在很多方面 尽管它确实为钢铁侠和蝙蝠侠大战超人 《正义黎明》中的某些情节人物线索带来了回报 但是这部电影并不是DC超级英雄三部曲的结束之片 更多的是为以后的DC真人电影做出很好的铺垫 《正义联盟》将之前的DC系列电影的核心元素 融入了一个更大的超级英雄世界 其基调和风格与DC众生相似 《正义联盟》成功地开创了DC电影的新时代 并提供了更多超级英雄的乐趣 在蝙蝠侠大战超人中超人亨利 卡维尔是去世后全世界都在未失去的就是 卓尔哀悼酒香蝙蝠侠布鲁斯 维恩本 阿弗莱克士和神奇女侠戴安娜 普林斯盖尔 加多是这样的超级英雄在卡尔 埃尔缺席的情况下 也在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 然而随着钢铁的人消失了 人类现在面临更大的威胁比地球上的箭 一个古老的外星人被返回地球恢复三项巨大的权力 被称为木槿的盒子 数千年后他被地球的三大种族击败 蝙蝠侠和神奇女侠意识到单靠他们自己无法阻止 荒原狼和他的庞大的类魔军团 他们开始组建一个团队 包括他们所知道的另外三个超能力人超速者 Barry Allen 半人半亚特兰提斯岛人 阿瑟尔·凯利和刚古易特尔斯斗 一个由木槿和字创造 并赋予了非凡能力的半机械人 这些超级英雄的力量 就像一个团队一起战斗一样强大 但最终蝙蝠侠意识到 他们的联合可能不足以阻止荒原狼 实施他的恐怖计划 但是如果他们要拯救世界 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正义联盟更独特的风格和华丽的风格 很像扎克·史耐德的手工作品 从导演风格的片头字幕 到西格里的演绎的人人都知道 在导电影在众多色彩斑斓 引人注目的动作场景中运用快照式的慢镜头 辅助的明亮而清晰的摄影 费编瓦格纳和活泼的佩勒斯奈德 远离黑暗歌剧的政治预言 他之前的直流电影 为大家提供一个合适的充满幽默的玩笑 和神奇的景象的正义联盟 然而正义联盟提供的是一流的娱乐 它缺乏主题实质 而钢铁超人和蝙蝠侠的社会预言 告诉通过漫画概念的尽头 正义联盟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叙事 对来自不同背景的超级英雄 一起战斗一个共同的敌人 而作为一个希望的灯塔 为人类完整的世界构建和特序经营设置 观众期待来自现代宇宙大片共享 这也意味着正义联盟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它的所有戏剧性的时刻和情节点都是一样的 导致某些故事人物元素明显比其他更好地发展 都认为正义联盟的最终剪辑一个坚实的工作 简化的显然是一个更大的电影层一度 看到各种正义联盟拖车的时刻 不是在电影中证明到一个两小时的经验 从不拖提供简单但完成 不对大多数的每一个主要玩家 正义联盟的成员之间的荧幕化学反应和他们的表演 就像浇水一样的将电影连合在一起 加多和阿弗莱克显然更喜欢各自的超级英雄角色 这是基于他们之前在DC电影中的亮相 让他们版本的神奇女侠和蝙蝠侠自然演变成正义联盟家庭单元的父母 在这三个不太知名的超级英雄中 米勒饰演的巴黎 艾伦美闪电侠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角色 他作为联盟中最热情 但今天最少的成员的表演给他带来了超凡的魅力 幽默和内心世界 他的快速力量是电影中最耀眼的视觉效果之一 肺血在这里也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是一个多胎的半机械人 他是手术的主脑 他的故事很像他的能力 来自外星科技 在未来的进一步探索已经成熟 尽管默默阿在片中饰演水型的角色同样引人入胜 但为了给今年的个人电影流出空间 他在影片的发展上受到了限制 尽管如此 默默阿的正义联盟场景足以让你想进一步了解这个角色和他在水中的超能力 作为正义联盟发展过程中去是流畅的一部分 一些曾被安排在影片中出现的配角和努伊迪斯舞科最终被安排做剪辑工作 同样成员是他成为影片的最终剪辑 包括回归的成员比如马莎肯特和路易斯 莱恩等新局长戈登主要是一栋的情节在这里 尽管如此正义联盟的全体演员还是充分利用了他们在荧幕上的时间 让观众有更多的理由想要看到他们尤其是新加入的演员 在未来的DC电影中扮演更令人满意的角色 至于亥恩扮演的荒原狼在很大程度上 他是一个二维的卡通化的局 超级反派 他的动力不过是对权力和复仇的渴望 但他并不比一般的单打独斗的超级英雄电影反派差多少 最终正义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他的目标 并为下一波DC电影扫清了障碍 同时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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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孔茜 订阅 订阅 转发 孔茜 谜 Phoenix